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对目标来进行变换 比如说我现在选定了这一个楼梯 变换的方式有三种 快捷键分别为W1 或者是通过这个上面 可以看到第一种叫选择 按住Q可以切换到 然后第二个选择平移 然后旋转 还有就是缩放 通过W或者E 然后R键来进行切换 W可以对它进行便宜 按一下E就可以进行旋转 然后R就可以进行缩放 好 其他和玛雅的 包括30max的快捷键是一样的 来进行基本的一些变换 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对齐给打开和关闭 可以看到这一边 有一个拖动对齐 旋转对齐和缩放对齐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给关了 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进行移动的时候 它是很顺滑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打开 它会变成什么 一格一格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变得很大 变到100 就是一米 100一米 它就每次都会移动一米 看到没有 每次都会移动一米 来进行对齐缩 对齐欺负 好 同样的一模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想每一次都旋转90度 我们可以进行旋转 可以看到每一次旋转 就进行90度的旋转 然后缩放也是 我们每次可以对它进行一倍的缩放 好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比较好理解的 感谢观看